大家好,歡迎大家收看 Fs Gaga,我是魏惟 今天要幫大家介紹的是一款很新的 很有用的應用程式 叫做CLEAR CLEAR是一個記錄你代辦事項的程式 你想要做什麼事情 很簡單就是用手指 撥一下 打開一個新的資料夾 把你想要做的事情呢 就是寫在裡面 這個資料夾我先來命名 我來命名一個叫做 Things to do 這樣我們就可以製作好一個資料夾 點進這個資料夾以後 我們把所有我們想要做的事 都放在這個資料夾裡面 要怎麼樣增加一個新的事件呢 你要增加一個新的事件 就是從上網下撥一下 就建立一個新的你想要代辦的事項 我們想要做什麼事呢 我們想要做... 我們來買書 使用的方法就是這麼簡單 想要增加一個代辦事項的話 就用手指由上網下撥 就可以增加一個新的想要做的事情 第二個想要做的事情 我想要來... 讀一些什麼東西好了 read something 那除了從上網下撥 可以增加一個新的事件以外 你點這個列表的下面 也可以增加一個新的事件 大家好 我們現在收看的節目是Apps Gaga 今天幫大家介紹的是一款很新的... 呃... 記錄你代辦事項的應用程式 叫做CLEAR 那我覺得這個程式呢就是... 使用上面很直覺 除了剛才介紹的方法以外 你也可以用兩根手指 撥開來增加一個新的代辦事項 怎麼說呢就是很喜歡這個程式的使用方法 很簡單 當然你也可以打上中文 來打什麼呢 打一個很重要一定要做的事 就是打電動 沒錯啦 那現在這個列表上面 有四件我們要做的事情 如果做完了呢 就可以用手指由左往右畫 這樣就代表你做完這件事情了 從左往右畫 非常直覺的使用方法 那如果你哪時候想要重新 想要做這些事情的時候 還是用從左往右畫 就可以讓這些做過的事情 重新回到你的列表 那這個程式呢 還可以直接用手指移動 這些你想要做的代辦事項 我想要把最重要的是移到最上面 那就是打電動 如果什麼時候你想要把一件事情 從你的列表中移除 就是用手指由右往左畫 非常簡單的使用方法 非常新的使用方式 這就是今天幫大家介紹的這一款 紀錄代辦事項的應用程式 叫做Clear 希望大家會喜歡 我是未為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掰掰 我們下次見 再見 danach 也不會 有 城市 是